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Jason 我是珍小玥 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經台 這次是環球追蹤 先和大家看看希臘國會的表決方案 以229票贊成64票反對 通過了最新的救助方案 再看看美股的情況 美股紮幅回落 聯儲局主席耶倫 在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重申 美國勞工市場和經濟進一步改善 而且前景仍然向好 今年又可能會加息 聯儲局發表學皮書也指 美國經濟溫和知識度的增長 另外能源股下跌 抵消了金融股上升對大市的支持 見到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3點 佈18,050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下跌5點 佈5,098點 標普500指數下跌1點 佈2,107點 再看看美國買賣的港股預托證券 見到匯豐折合港元佈69.28 比本港收市上升0.47% 中移動、中海油和中石化都下跌 中移動下跌0.67% 中海油下跌超過1% 中石化下跌歪近1% 中聯通、中人壽和中石油都下跌 中聯通下跌0.2% 中人壽下跌超過1% 中石油下跌超過1% 而歐洲股市普遍上升 倫敦富士100指數沒有升跌 佈6,753點 法蘭克福德斯指數升22點 佈1,1539點 巴黎克指數升14點 佈5,047點 油價顯著下跌 主要是伊朗和六國達成協議 市場預計明年初將解除對伊朗石油的制裁 當地石油出口增加 會加劇全球原油供應過剩的問題 加上庫存數據顯示 上星期 美國主要的原油庫存地區 富因的庫存增加 對油價都構成壓力 紐約旗油收市部每桶 51.41美元 下跌1.63美元 跌幅達3.1% 倫敦布蘭特旗油收市部57.05美元 下跌1.46美元 跌幅達2.5% 再看看金價 金價下跌主要是受美元上升拖累所影響 紐約期今收市部每盎司1147.4美元 下跌6.1美元 跌幅達0.5% 是創了近8個月以來的收市最低 再看看匯價 美國加息預期增強 美元回價上升 美元對港元報7.7509 日元123.902 歐元1.0934 英鎊1.5627 瑞士法郎0.953 加元1.2939 澳元0.7365 樓元0.6549 再和大家跟進美國國庫債券 十年期債券報2.300厘 三十年期債券報3.16厘 外圍的情況先和大家跟進到這裏 將時間交給你了 Tracy 謝謝K 這次嘉賓請來Stanley 直耀輝和我們說說外圍市況 Stanley早晨 你好 Stanley我們看到港股方面承接了美股 經價時段下跌了79點 暴24,976點 現在跌幅擴大了 跌了213點 24,847點 國次跌超過1% 跌158點 暴11524點 講講外圍 其實外圍方面傳來好消息 希臘這個債務危機已經拖了很久 國會那邊最後一個隱憂都已經消除了 因為國會之前也說希臘交了一個新的方案 要被國會批賣 國會現在都批准了 是否已經圓滿結束 為什麼港股都要向下 其實基本上今天港股的跌勢 我想回到來大家有些意外 因為現在講一下時間又跌超過200點 很多的股份似乎也是偏弱居多 但是原因就是說 沒有的 你說港股現在有什麼因素 會最影響著港股的變化 就是A股 講來講去都是 現在你說A股好 港股不會有一點差的 但是反過來 A股如果真的做得比較頑皮的話 似乎對港股來說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現在我們剛剛談談的時間 其實上證都可以不斷說一說 跌百分之3 深證跌百分之3.7 而創業板指數跌百分之5 反映上現在A股的狀況 也不太理想 甚至乎 如果你看看今天暫時初步看 深證A股那邊 DK股份是千多隻 升的只有五十多隻 另外那五百多隻是停牌的 反映整個狀況也不太理想 不過我自己認為是這樣看的 港股這邊的抗跌力稍微好一點 就是說會不會跟A股有這麼大的下跌呢 理應又不會的 不過似乎氣氛又真的會進一步轉差 因為大家見得到的 這一輪的A股也好 港股也好 基本上氣氛是可以變得不太理想 特別是成交量方面 其實是縮了的 所以暫時 我想短期的因素 對於港股來說 沒有A股 如果真的假設那個形態 還是情況在今 不是理想的話 港股必然受到拖累 都見到港股方面 在昨晚的時間其實是轉強的 但是今天的走勢又好像比較弱 好像你所說 A股是比較差 但是外圍方面 都想問你覺得 糾纏了這麼久的欺債危機 是不是已經完全結束了 至少大家昨天比較擔心的那一步 就是希臘那邊的國會是否通過 最終都通過了 所以你可以說 當地的局勢似乎是緩和 但是希臘那邊 你現在叫它走緊縮的方案 你看到很多的市民都是反對的 不過又沒有辦法的 之前我都跟大家提及過 當地的情況 如果你是原先 有這麼多福利主義的話 突然之間你又沒有了 我都會很不開心 我都會上街 但是沒有的 現在你說之後 既然你都達成了協議 你之後都跟著這些緊縮的方案去做 都是沒有辦法的 不過我想這樣看法 你說現在希臘那邊的危機 暫時你可以說是過一段落 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希臘那邊的事件 我想隔不中大家又會勾出來說 而且希臘那邊 你看回IMF的一些言論 其實希臘那邊的債務問題 是比信領通嚴重的 似乎你要解不解決呢 甚至乎還款的時間 拖長的 基本上其實都 可能對於你當地的經濟也好 甚至乎 你對於很多的國家 一些國家 一些國家的組織也好 似乎都 大家都是 要硬一點這樣說 大家都是要先捱 要先捱 但是希臘那邊就沒有辦法了 你之前就受到這麼多福利主義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要 撐出來 但是我自己認為 這件事 暫時看 你可以當它那一段落 我為方面 希臘那邊的債務危機消除了 另外 美國也要最早在耶倫的講話 出席聽證會的時候 他就說 今年經濟數據如果許可之下 是一個合適的加息時機 另外 還有 就是最早在河皮書方面 會說美國經濟是持續溫和增長的 對於未來美國的經濟 或者加息時間表現什麼影響 我們稍後回來和Stanley再說 現在再看看最新的市況 上證指數跌超過2% 深證成指跌超過3% 創業板指數跌超過半成 港股方面跌了153點 現在在24,900點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和你再說過 好 稍後再見